近日,据媒体报道,最近中国辽宁舰再次驶向大洋,结果航母上的一个细节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那就是辽宁舰甲板上出现了几个神秘的集装箱,那么,里面究竟装了什么机密呢? 这次专家透露出一个喜讯,那就是这次辽宁舰携带的集装箱非比寻常,里面可能装有关键设备,对辽宁舰战力的提升会非常有帮助。 作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从1998年,中国买下了空船壳后,从黑海到大连,这艘空船壳航行了上湾海里。 最后在2003年才到了大连港,由大连造船厂接手后,折服了十年,才最终完成了这艘航母,这艘曾经为中国带来无数感动的战舰,已经为海军培养出无数的优秀海军人才,使中国完成了从零到一的改变。 而对于中国为什么要打造航母,以及具体意义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中国是一个拥有大量海洋领土的国家,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是无法捍卫自身的权利。 而在现代海战中,航母的作用就是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没有航母,大国就很难拥有海权,就更别说维护自身利益了。 具体到航母本身来讲,拥有航母的舰队,就相当于有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众所周知,拥有海权的基础,就是拿下制空权,而在远离大陆的公海上,按机的作战飞机编长莫及,这时候就能体现航母的作用了。 只要舰在机器飞,整个海上编队的侦察视野,作战距离,打击火力,都会好几倍的增强,相应的,敌军舰船的压力,也就更加巨大。 从技术上说,航母还是一个系统工程,建造一艘航母,不仅仅是影响军事的发展,其他方面也会深受影响,比如航母需要大量的金属,这涉及野金业,比如还有电子元器件,芯片等零件,这也会带动相关的产业,除此之外还有等等配套产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航母的建造,还会拉动整个国家的科技进步。 从2012年正式在海军服役,辽宁舰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训练,包括了各种战法的试验,与驱逐舰和护卫舰编编队作战, 在这期间也培养了大量的骨干,为新的002型航母服役,做好人才梯队的培养,这点也是必须感谢辽宁舰。 辽宁舰改装后细节曝光,舰岛新开小窗天线变化明显。 上月月末,经过回场整修升级的辽宁舰,离开了大连船舶重工乡炉交码头,返回北部战区海军青岛某军港,为即将到来的423海上阅兵做准备。 经过近半年整修升级的辽宁舰,在外观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新的舰岛窗口,与大幅修改的航空指挥塔台,外形像国产航母的样式靠拢,此前曾经对这两部分侦查过一番,故不再赘述。 另外飞行甲板舰尾处两个边角的修改,也在此前的卫星图中有所体现,施劳对此撰文进行了一番分析。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外观细节也发生了改变,下面就将其一一列出。 有的区别瞎眼可见,有的区别就得侦查咯。 首先是位于舰岛各处的天线群,大体上来看,仍然保留了以346型有源相控阵雷达,与382型双面三座标雷达构成的,主要对空探测雷达系统,并没有如一些军迷希望的那样,将前者升级成346A,大概也说明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换的。 不过,仍有几处小型天线进行了修改。 首先是在辽宁建建岛,右前方,与左后方航空指挥塔台附近,有一对同型号小型天线照,有说法称是战术卫星通讯天线。 在本次改装之前,他们呈现戴基座的筒形,本次改装之后,将筒形天线照,换为了这类天线更为常见的蘑菇形天线照,其体积也有所缩减。 而在建岛为干底部前方的一个球形数据链天线照,则在本次改装中尝出了一个底座,接近两侧的卫通天线,与对海雷达的高度。 在建岛两侧的电子卫天线群部分,也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 在建岛两侧倒数第二层电子卫天线基座上,各增加了两具小型天线正面,从布局上来看,是一种顾及全向的电子,侦查侧向天线正面。 这可以认为是在几次海上实际演习后,对辽宁舰舰在通信和电子战能力进行的必要升级。 总之,本次修整升级,建岛天线群的变动并不算大。 另外在辽宁舰最初的续舰工程当中,由于我国是第一次在改装工程上实际接触航母,出于稳妥考虑,远瓦梁格舰岛上为花样繁多些笨重的电子设备所准备的各类支架或平台,虽失去了用武之地,却仍然保留,如克里诺克舰空导弹系统,支导雷达群的支架。 本次修整升级时,对建岛两侧部分仍无作用的平台进行了切除。 库兹聂佐夫的建岛,无用外申平台被切除,建岛左侧部分支架切除后,还可改善航空指挥塔台前相视野。 另外,在建岛下方右斜靠前的位置,还开了一个小窗,用途不明。 改装前后对比。 国产航母上也并无这个小窗。 在国产航母2017年下水时,就有很多分析认为,相比辽宁舰,为提升作战安全性,它在甲板边缘,增设了多个弹药抛弃坡道。 不过,其实早在2014年,辽宁舰首次返回大连厂进行保养维护时,就在舰委宴整兴地加装了一具弹药抛弃坡道。 而在这次整修升级中,辽宁舰又在左贤与右贤,共封设了三具弹药抛弃坡道,总数达到了四具。 尽管与国产航母的六具相比仍然略少,但基本上已经能够照顾到飞行甲板的各个区域。 本次整修升级时,加装的三具弹药抛弃坡道。 而在右贤两具弹药抛弃坡道之间的舰岛下方,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动。 原有的一处突出块状结构被拆除,远就升法悬挂处,陆天通道改为封闭式,就升法挂架随之外移,得益于此,舰岛右侧的甲板通道,得到了一定的拓宽,并更加了嫌强。 在舰岛右侧无缘干扰火箭发射器机座前方,原有一小节就升法安装机座,在续舰辽宁舰时,由于采用的就升法型号,与布置方式,与苏联原设计有区别,所以未布置就升法。 这一小段机座,在本次整修中也被切除。 在弱猎之前的续舰,试航阶段,辽宁舰的飞行甲板标线,曾有过重大变化,如斜脚甲板跑到边缘标志线,从半长延伸至全长等等。 本次整修升级后的辽宁舰,飞行甲板以及配套各类标线再次发生改变。 此前,与标准俄式设计相同,辽宁舰斜脚甲板跑到中线为白色虚线,滑越起飞跑到线为黄色虚线。 此次改装后,斜脚甲板跑到中线,滑越起飞跑到线,均使用黄白相间的标志线。 而为配合这一改动,剑尾跑到末端的招剑,对准垂直标志线线,也从白色改为黄色。 同时,剑尾垂直标志线也改为了黄色,可以说是十分美地化了。 作为本次改进的重大外观特征,辽宁舰在剑岛新增了一组贤后,已经众所周知,笔者也在此前做过戒毒。 另外一点涂装上的变化,是在烟囱顶部周围涂上了一圈黑漆,与国产航母不同。 这当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识别方式,不过辽宁舰与国产航母的外观特征区别还是挺大的, 这道黑色涂装,更多还是为了防止烟囱出口部分被不规则薰飞,而过度影响剑容剑帽。 当然,辽宁舰的这次折服,并不仅仅是为了阅兵中的好看,如您所见,改装后的它,甚至呈现出一些比国产航母考虑的更加周到的细节。 作为中国航母发展历程中,担负着开拓性、验证性等多重使命的先行者,辽宁舰的未来生涯,还将继续为了人民海军更好地走向深蓝,而不断地改下去。 不断地改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答案